重光社区大学最近举办了102学年度秋季班静态成果展 整处内容相当丰富多元 包含了摄影、书画以及各种的手工艺创作 学员们多彩多次的成果令人惊艳 也欢迎有兴趣民众前往欣赏他们的创意和巧思 重光社区大学最近正在举办102学年度秋季班静态成果展 在一楼大厅以及二楼走道还有地下室 处处都可以看见学员们的创意和巧思 这次的展出共有20多个班级参与 各种类型的创作都展现了学员这一个学期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 多彩多次且包罗万象的作品真的是令人为之赞叹 我们这次展出的内容有包含书法、画画类的部分 有西画、有树苗、有油画、有粉彩 然后有布娃娃、手工制作的部分 有布娃娃、也有圆明风的一些圆明风味的作品 然后也有银器、也有词汇 零零种种我们一共有25门的静态的展览 仔细观赏每件作品都能从中感受到学员的用心 精彩的创作保证让参观的人都惊艳不已 崇光社大主秘吴志祥表示 崇光社大长年来提供了社区居民学习才艺、休闲交友的平台 让有空闲又或者是退休的民众能够有一个进修学习的原地 我们崇光社区大学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社区的朋友们在这里快乐地学习 然后我也鼓励他们把学习的成果带回自己的家庭 来跟家里的亲朋好友来分享 同时更进一步地把他们的成果在社区里面能够做一个展现 崇光社大也期盼透过了社大艺文空间的展示 让社大师生有回馈社区的机会 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乐趣 欢迎有兴趣的社区朋友们前来享受一场轻松休闲 并且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心灵享宴 记者生平站门奇新店采广播导